诗词里散发着酒香味的李清照 你了解多少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 不仅写的一首好词 而且与酒结下不解之缘 能饮酒提诗词 在酒香四溢的诗词中 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这首《醉花音》 东黎法酒黄昏后 有暗香迎嗅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爱喝酒的他 也被后人戏称为 酒坛里熏出来的词人